当中我也看到一些chats里面 其中有人说我一直都是让步 不是让步不让步的问题 夫妻方面的时候最要紧一件事情 就是要有交通 你让步对方根本没有感觉到你让步的话 在情绪上有没有交通 因为没有交通 你不了解他不了解你 所以当你发觉对方做一个事情 你认为你没有办法接纳的 不是人 是交通 怎么交通呢 平常我很喜欢有一个formular 我们的态度跟着 老公啊 我觉得很委屈 当你这样子来跟我讲话 因为我觉得你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 所以这个formular是怎么样呢? 先 quote他所做的事情 然后呢解释 当你这样子的话 那你解释你的感受的话呢 你一定有一个东西来去support你的感受 所以因为我觉得当你这样子跟我讲话 我觉得你是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 我真的吗?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实在是 我跟你讲 人家是360不一样 我们是460不一样的 我们走路的时候不是他好像英国的工作 走到前面或者女王走到前面 我走后面的 很少能够平行走在一起的 可是慢慢慢慢的能够一起起步 有一次 他的家庭比我的家庭好很多 他的爸爸妈妈经常会把东西寄到家里面 那我爸爸妈妈没有这个做法的 不寄的 有一次 我们结婚了以后 我的爸爸寄了一套很美的碗 你知道我老公怎么讲 哇 终于你也收到东西了 他不是没有心 没有心要伤害的我 可是我一直家里面没有寄东西给我 他经常有东西寄给你 突然间他讲这句话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我当时我非常得意 哎呀 忠于我的 那句话应该是我讲的 忠于我的父母亲也把东西寄来给我了 我可以告诉他 See my parents sent me something 没想到那句话是他讲 你忠于你的父母亲也寄给 我是非常的好像刀割一样的 How dare you say something like this 你怎么可以跟我这样子来讲话 我当时怎么样 我非常的hurt 因为你讲这句话 因为我平常我的父母亲没有寄东西给我 所以整个方面就是在那边 我觉得我受伤 当你这样子来讲那句话 因为他们平常很小气都心 我老公跟他 他是最单纯的人 他没有想到讲这句话 会伤到我 所以很多时候夫妻是一个emotional的没有一个communication 只不得看到事情马上用我的情绪去fight back 或者是react 对方 比如说白天讲的头发很好看 然后回到家里面 你故意走到他前面跑来跑去 希望你的老公跟你称赞一句 希望你的老公跟你称赞一句 他一句都不称赞你 然后晚上睡觉的话 你为什么今天晚上这个样子 他不单止没有称赞你 还埋怨说你今天过去那边 你说你气不气 我不要你觉得这个是委屈 你应该跟他讲 老公 我们要成熟一点 老公你没有觉得我不一样 哪里 如果他再跟你讲这句话 哪里的话 哪里 你再精细看 我的头发有没有短一点 我们成熟一点 男生有的时候是不sensitive的 ok 不sensitive 不要觉得难过 你拉着他的手 你摸一摸 我这里是不是光了一点 就是有点幽默 然后完了以后你就要讲一句话 你说老公 我剪了头发 我找到你面前走几次 你都不称赞我 我很认识你了 那个时候你可以讲出你心中的话 不是委屈 因为男生就是不晓得我们的感受 我们必须要有一点点幽默 ok 我老公吃面的话 你知道中国人吃面好吃的 然后弄一个声音的话 我们还是从美国长大的很不习惯 然后我老公说 在家里面管吗 我说管哦 我说你在老板面前请你吃面你会不会 那我不会 那我这样子的话 那很不尊重我 你尊重老板照顾 那这个是家吗 no 你明白我的意思呢 大家是有一点的交易的 很多时候做夫妻 做了几十年夫妻 把那个妻子压压压压压压压在里面 我们比较幽默一点讲出来 不会折错的